《丽宿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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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介绍一下您的妻子 来 您自我介绍一下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也是来自云南省的《丽宿族》 我的名字叫何富妞 你们俩年纪谁年纪大一点 她大一点 她比我大三岁 大三岁 你们穿的是 你们这个《丽宿族》典型的 民族服装吗 对 对 这是我们《丽宿族》 本民族的服装 这些服饰啊都是我们的 上台给我们展示一下您的服装 可以可以 非常荣幸 因为这衣服的话 它就是 它是贝壳嘛 然后它 在我们《丽宿族》的老一代 我们主席 它是代表着财富 就是等于人民币一样 包括我这边 那是人民币 这贝了好多人民币 您出场的时候 说的是不是本民族的语言 对 我给大家说了一句 大家好的意思 大家好怎么说来 您再重复一遍 哈吉索画画 哈吉索画画 对 这说一句话 哈吉索画画 画画的baby 画画的baby 画画它就是 你好啊 提案啊 还有它代表着合作寓意 我爱你怎么说啊 我爱你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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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 那我恨你呢 我恨你罗马 不是 我恨你的话 阿克你罗 你罗 就是恨的意思 就恨 你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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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其实跟汉语 还是有点不关联的 是有那么一点点关联 你们有什么一些 比较有趣的风俗 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比较关心你们相亲 我们相亲的话 他是这样的 因为相亲的话 比如我看上那家的姑娘 我就会给我老人说 爸我看上那家的姑娘了 然后呢 我们拿发的家长啊 带着一伯人去拿着瓜子啊 吃啊 礼物都带着去女方家 姐姐去喂 然后如果女方家 给我们大茶啊 就已经是热壳了 如果她不出来 见不到她的话 证明就没 她就下不做了 那你是不是第一次去他们家 喝茶 她就出来了 就是她表妹 嫁到我们村里面嘛 然后当时呢 我也刚好去她家做客 然后我拿着其他 对她唱了歌 这样 很好听啊 你听见了她的歌声之后 你就心动了是吧 你们少数民族 这个男女之间这个东西 还是比较直白的 喜欢就喜欢 不喜欢就不喜欢 对对对对 那你们那要好买房吗 不好 不好 不好买房 什么买 有有有礼 有那个彩礼吗 嗯 彩礼的话随意的 随意的 对对对对 就一块贝壳就行 没有 当时我的彩礼就是 我家里给了我五百块钱 我妈给了 五百块钱 五百块钱 然后 然后我带着那个 那个钱去她家 然后在路上 车会花了差不多四百块钱 我只剩下一百多块钱 那我怎么办呢 我就是给她家里 买点水果之类的 最后几次 像一百里一块钱 还是有几毛 然后我给了她 所以你看 少数民族 有很多这种 敢爱敢恨的 这种对于爱 直观的表达 跟我们现在这个 汉族里面的 一些风俗习惯 什么彩礼啊 买房的比起来 别人的爱情 好像含金量 要多很多呀 历宿族 可以跟汉族通婚吗 可以的可以的 也可以的是吧 对 你觉得这里有哪个男生 比你老公长得帅 都长得特别帅 但是我觉得 在我心目中的话 还是我老公帅 但我们这里有一个 跟你老公长相差不多 但是情歌 比他唱得好的人 想不想听一下 想啊 这非常行 他也会弹吉他 他也对爱情很专一 我想一下 不要丢我们的人脸啊 嗯 忽然间发现自己 一生生爱上你 你真的很简单 爱的地暗天黑 都一无所非 是是非非 无法确择 哦 算了算了 我们还是要彩礼算了 都不想听你了 我们还是要彩礼算了 我就是要彩礼算了 我们还是要彩礼算了